第四百五十一集,不速之客 任小素闭上眼睛,继续闭目养神 而周莹雪脸上火辣辣的 他没想到自己的伪装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不过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又问道 那老爷你为什么要拉着我跳皮肩 任小素不吭声,周莹雪在旁边提高了嗓门 老爷你不要装睡啊,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呢 但任小素注定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了 他都没想到,周莹雪竟然还能记着这茬 对比任小素他们这边的安静气氛 隔壁的清河大学生们就很热闹了 一群学生偷偷跑出壁垒来 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连空气都清新了许多 看样子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了 任小素刚刚听到了拉枪栓的声音 而且还伴有女孩子的惊呼崇拜声 这是有男生故意在女生面前 展露自己会使用枪械的样子 然后享受女生们的惊呼 记得带枪出门,说明这些人也明白 外面并不是很安全 但任小素注意过 这群学生开枪打把的机会应该并不多 手上没有很明显的茧子 而且一个人有没有时常开自动步枪射击 尖凶姿态是与常人不一样的 如今,任小素大概也算是用枪里的半个行架了 此时,那群学生正在玩一个叫做真心化大冒险的游戏 任小素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个游戏 许多刘迷好赌,所以急镇上有关赌的东西很多 例如扑克 财团也很乐意看到刘迷沉迷在这些消磨意志的东西里 但真心化大冒险这种东西 任小素就没见识过了 虽然他看过88号壁垒里那么多书 但也不会有哪本书这么写 你要写这种游戏 学生们喝了不少的酒 都是从壁垒里带来的 周盈雪见任小素不理他装睡 就坐在自己这边的篝火打量过去 他忽然对任小素说道 咱们也玩真心化大冒险吧 任小素还是不理他 此时,似乎有个女生被抽中了 他选择了大冒险 结果对面的男生竟然让他找一个异性接吻 这游戏的内容千奇百怪 有让男生学女生姿态跳舞的 有让女生劈一字马的 但总归都是学生 也没玩得特别过分 酒师越喝越多了 只有许致一个人没有喝 自动步枪也放在她的身边 一开始其实学生们也挺担心的 毕竟这是荒野呀 怎么能把自己喝醉呢 结果许致旁边那个小胖子 一直说没事 他常年跟着他叔叔混 荒野上没什么危险 这下其他学生才愿意喝一点点酒 大家都想着只喝一点点吧 可这酒喝开了就耻不住了 就在此时 又一个女孩被抽中了 她选了大冒险 结果抽中她的那个女孩 也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玩嗨了 竟然让她去找人小素接吻 平日里他们玩真心话大冒险 都是让大家去街上找陌生人 可现在也没什么陌生人啊 这不好吧 我又不认识他们 被抽中的女孩有点不好意思 少来 咱们在壁垒里玩的时候 你也不认识大街上的陌生人呢 而且你是女孩 有女生拿胳膊顶了顶她 她又不吃亏 你怕什么 那个被抽中的女孩咬咬牙 行 说着 她就往任小素和周盈雪那边走去 结果还没等她走到任小素身边呢 任小素却已经睁开了眼睛 平静地看着她 那种平静 像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让这个玩游戏的女孩 竟然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她本来想给任小素说 我们这是玩游戏 你让我亲一下就好 但这话她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女孩转身就走 同伴看她有些惊魂未定的表情疑惑的 怎么了 你看起来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有男生站起来说 是不是他们说什么难听话了 看起来都是特别仗义的样子 女孩只能赶紧说没事 是自己胆小 对方什么也没说 而任小素这边 当女孩调转身子 仓皇逃回自己营地 周盈雪在旁边痴痴地笑了起来 老爷 有便宜为人不占 任小素瞥了她一眼 我有喜欢的人了 这话说得周盈雪一愣 因为有喜欢的人 所以就主动拒绝 其他所有的异性吗 周盈雪在阳市的时候 见过太多有便宜就占的男人了 而眼前这个少年 明明已经很强大了 强大到需要他去仰望 这样的人 不应该是欲望 也跟着一起膨胀吗 这才是正常人啊 也对 任小素一点都不正常 任小素忽然低声说道 这群人如果远去周势 迟早会出事的 不是所有人都买清河集团 和骑士组织的账 在荒郊野外 一个个喝成这个样子 是取死之道 中原没有咱们 西南西北那么不太平 整体来说 荒野上也要比咱们 那边安全一点 然而像是为了印证 任小素所说的话一样 树林里忽然有枯枝 被踩断的声音传来 其他人听到这声音 根本没有多响 而任小素 却已经开始检查枪械了 在学生男女的吵杂声中 一颗枯枝被踩断的声音并不明显 任小素熟练地给手里的自动步枪打开保险 装上满满的弹架 橙黄色的子弹在篝火的映照之下 看起来沉甸甸地很有质感 任小素一抬头 赫然发现周盈雪也已经掏出了手枪 你也听见了 没有啊 听见什么 我是看你拿枪我就拿了 难道不是要抢劫这群清禾的学生吗 我看他们也挺有钱的样子啊 怎么就变成要抢劫学生了 警戒 有人在悄悄靠近 不知道是来追杀我们的 还是来追杀这群学生的 追杀我们的概率小一些 在任小素看来 毕竟他们刚刚在73号壁垒 搞了那么大的事情 周西龙在周氏虽然不是执政领袖 但也是极其重要的人物了 后来他又把录音交给罗兰 万一罗兰说漏了嘴 人家周氏追杀他们也有可能 不过任小素觉得 这不速之客来找他们的概率小 是因为他觉得罗兰应该不会说漏嘴 这是对罗兰办事能力的一种信任 那胖子不正经归不正经 办事还是向来很靠谱的 周盈雪小声道 那万一打起来 这要是找学生的 咱们帮还是不帮啊 不帮 荒野上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忘 老爷 你还真是冷酷啊 此时 潜伏而至的人越来越紧 树林被篝火照亮 任小素已经看到 在那树叶晃动的隐隐绰绰之间 正有黑影不断靠近 而且不止一个人 注意周围 是团队行动 小心被包围 预计人数在十到二十人之间 不过让任小素心中烧安的是 对方果然是冲着那群学生去的 自己和周盈雪只是躺枪而已 现在咱们怎么办 走 趁他们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 结果还没等他们离开呢 任小素就听到他们附近也传来脚步声 而且这支小队的人 似乎已经将他们包围了 任小素皱起眉头了 是训练有素的队伍 这种部队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对方明显不是什么土匪级别的小毛贼临时起义 而是早有预谋的伏击行动 就在此时 最接近学生的小队 已经从树林里慢慢走了出来 扇形阵形 明显没把这群学生挖在眼里 这是要一网打尽的样子 不过对方并没有开枪 许致是最先发现敌人的学生 因为他一直保持着清醒 可是还没等拿起枪来 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好几个黑洞洞的枪口给瞄准了 动弹不得 有人端着枪慢慢走到他身边 将他身旁的枪械踢开 而其他的学生身上的酒劲 一下子就被吓没了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赶紧说道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们只是普通学生而已 只见这群不速之客 全都穿着作战靴 IOTV防弹衣 防弹头盔 枪械也是相对昂贵的M16A2 枪械有效射程900米 头盔上还有夜视仪 对讲机 这一套下来 光是价格就不是土匪能买得起的 也不是土匪能够买到的 第四百五十二集 绑架 人小素此时正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面前的士兵 既然对方不让跑 那就不跑了 他看向旁边的周盈雪 能不能看出来这是哪里的人 顾佣兵 专门干脏活的 有安京寺这样伸张正义的组织 自然也有专门干脏活的组织 当然 这些组织向来执行精兵计划 组织内都是出了名的亡命之徒 人小素点点头 来中原以后 确实长见识 他暗中数了一项人数 十五人 连一个作战班组的人数都不到 但对方的配合十分紧密 此时 这群雇佣兵为首的艺人看着许致 然后递给他一部卫星电话说道 给你父亲打电话 一千万赎金 现金 我们七天就要 这时 所有学生都明白了 这不是误会 对方有备而来 这是专业的绑匪 之前还说自己带着枪 并向女生炫耀的男生们 都不敢说话了 事实上 他们还有人身上藏着手枪 但他们连拔枪的勇气都没有了 不过人小素觉得这也正常 毕竟对方带来的枪 可比他们多多了 有人还下意识地往人小素 他们这边看过来 结果发现人小素 他们也被六个人拿枪指着 顿时就绝望了 许致平静说道 要现金 你敢去取吗 怎么取就不用你担心了 雇佣兵说道 我们如此兴师动众地过来 不赚点钱回去 说不过去 如果给了 你会放我们回去吗 当然会 我们是很讲信用的 不怕骑士追杀 骑士又不是为你们许家卖命的 这话一出 反倒让人小素有些差异 难道骑士组织和清河集团 还不是一回事吗 似乎这只雇佣兵 对内情更加了解似的 你们能跟到这里 时间掐得这么准 我能问一下 是谁透露的消息吗 你告诉我 我就立马给我父亲打电话 你看 我人在你们手上 也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那雇佣兵乐了 他朝着许致旁边的胖子指了指 你的好朋友 我们答应他事成之后 给他两百万 许致看向旁边的胖子摇摇头 鱼虎毛皮 所有学生看向胖子 大家神情中有些难以置信 他们没想到自己人之中 还有内鬼 要知道 大家可都是同学啊 这时他们回忆起来 让大家喝酒的 也是这个胖子 原来早有预谋 那胖子慌张说道 是我叔叔让我这么干的 不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雇佣兵笑道 钱不是你要的吗 你叔叔要的可不是这个 任小肃摇摇头 看来清河集团内部 经过多年的时间变迁 也早已不是什么铁板一块了 当然 内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他也没有办法判断 不过 看样子对方是不打算留活口了 因为对方掌控局面后 太肆无忌惮了 雇佣兵们虎视眈眈眈眈的看着篝火旁的学生们 若是没有身份 就直接杀掉 如果 我让我父亲给你双倍的价钱 是否可以帮我 杀了身边这个内鬼 还有他的叔叔 然后事后不追究我们 也可以 那你让我打个电话 我现在就打 雇佣兵递给许致一部卫星电话 许致看了一眼 这卫星电话的服务生 然后沈笑起来 竟然还是我们清河集团 迈出去的卫星电话 说着 许致不再犹豫 拨通了他父亲的电话 可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许致所说的话 跟刚才表达的态度截然不同 只听许致说道 爸 我被绑架了 主谋是王伯军 和他的叔叔王炳军 不要救我 他们已经准备灭口了 爸 保重身体 说完 许致惯了电话 那雇佣兵首领拍手称赞道 将来听说清河集团的人都硬气 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 还表演了一番父子子孝的戏嘛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还活着 你的父亲一定很乐意交钱赎人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只要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他们就会为了你 付出一切 许致敏嘴不再说话 然而就在此时 雇佣兵的通讯频道里面 传来低沉的痛呼声 雇佣兵首领骤然抬头 朝任小宿他们的方向看去 结果那边的篝火已经熄灭了 篝火的鱼禁旁边 自己的队友竟然全都倒在地上 似乎就在刚刚许致打电话吸引注意力的时候 那一男一女竟然抱起动手 顷刻之间竟让自己的队友连高呼求救都做不到 这是什么人 有雇佣兵举枪想要慢慢靠近过去 结果雇佣兵首领大声说道 不要过去 不能分散 雇佣兵首领心底升起一阵寒流 如此强大的个体作战能力 一定是超反尘 这个时候他们只剩下九个人了 若是再分散的话 只会给对方更多的机会 带上许致 其他人全都杀了 跟我撤退 结果话音刚落 树林里轰然一枪作响 那雇佣兵首领的胸口 竟是多出了一个血洞 有雇佣兵仓皇喊道 是狙击手 树林里有狙击手 就在这说话间 雇佣兵队伍里再次有四人被拘伤 那诡异不知来自何处的子弹 就像是死神的叹息 而任小素这时候也发现了黑枪的另一个优点 就是在黑夜里 不会绽放任何火花 要知道 狙击手暴露位置 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火药迸发而出 那光亮是极为鲜艳的 所以一把不需要手动换弹 还能遮掩枪火的狙击枪 果然才是打黑枪的力气啊 有雇佣兵大喊 不要再开枪了 再开枪 我就杀了这些学生 却听一个女生笑道 哼 杀呀 反正我们又不认识 就在他们想要离去的时候 地面骤然长出藤蔓来 将这五名雇佣兵死死地拉扯住 不仅如此 那藤蔓无声无息地生长起来 竟是慢慢地将那些挣扎的雇佣兵捆覆住 然后那藤条勒上他们的脖子 有雇佣兵抽出匕首想要割断藤蔓 可是又有一只藤蔓拉住了他的手 这藤蔓的坚韧程度 比想象中还要坚韧 人想素嘀咕道 自己之前小瞧捉影血了呀 这藤蔓杀人的能力也不算弱了 虽然对付超凡者还有点够呛 但对付普通人还是很厉害的 带到那雇佣兵群都被捆住之后 周盈雪才慢慢从树林的黑营里走出来 他轻笑着看向那五名雇佣兵 还想杀我 许致呆呆地看着周盈雪 在篝火的硬仗之下 周盈雪像是从树林里走出的精灵一样 动人心魄 虽然对方刚刚杀了人 可越是这种暴力的手段背后 那种美艳的气质 就越像是毒药一样 让男人无法自拔 只是周盈雪忽然转头 看向许致笑道 好了 他们想要杀你 我却是救你 他们有一千万 我要两百万 不过分吧 刚刚还镇静的许致忽然慌了神 不过分 不过分 那就给你父亲打电话吧 把钱打到我账户里 许致这时候赶紧捡起地上的卫星电话拨过去 爸 我被人救了 不清楚救人者的身份 他们把十五个劫匪全部杀了 想要两百万的酬劳 电话里似乎有人说了什么 许致抬头看向周盈雪 你的账号 王氏银行不记名账号 1377799 周盈雪笑得更加开心了 虽然没法检查账户是否到账 但我相信清禾集团一定不会骗我这点小钱的 一定不会 请问这位姑娘你 打听树份就算了 咱们不会有交集的 周盈雪笑眯眯地说道 她瞅了一眼旁边还活着的胖子笑道 要不要我帮你把她也杀了 这个人五十万 算了 她也不值这么多 二十五万吧 谢谢姑娘了 不过 这个人我自有安排 行吧 第四百五十三集 外面的世界 周盈雪为错失一笔生意而感到可惜 她确认那五名雇佣兵被勒死之后 便转头对树林里大喊 老爷 收工啦 说完 周盈雪又直奔树林而去 扭着身子消失在了黑夜里 许致呆呆地看着周盈雪的背影 不知道在想下什么 那些清禾的学生们也正正地 今晚波折太多 以至于他们的脑子有点跟不上这些转折了 刚刚那女超凡者杀人的一幕 让他们心惊胆战 可是最让他们想不通的是 这位姑娘竟然还有一个老爷 所以 这位女超凡者口中的老爷 就是之前那个沉默寡言的少年 是什么样 有没有自己刚才遇到那个少年厉害 但想着想着 她的思绪不由自主 就飞到了周盈雪的身影上 那个记忆里突然出现拯救了自己的女人 散发着诱人 却又危险的气息 这种女人 怎么还会是别人的丫鬟呢 学生们在被救援后 经过短暂的一周休息 又回到学校里面 此时 关于学生会主席许致 在荒野上差点被绑架的事情 早就传开了 毕竟当时在场的学生很多 这种经历 就像是传说里的故事一样 亲历的学生 自然会向同学大肆炫耀 而且许致也没交代 这事不能说呀 这件事情在学校里传得很快 故事里的主角 又是学生会主席 自然备受关注 而且当时许致面对劫匪硬气表现 也获得同学们的一致赞扬 不是谁都能面对枪口 面不改色 坦然赴死的 喜欢许致的女孩自然会觉得 自己真的没有喜欢错人哪 经过这事之后 许致在整个清河集团 都小有名气了 先不管她能力怎么样 起码魄里是有的 但许致的事情 在这个故事里 依旧不过是点缀罢了 在其他学生看来 他们更感兴趣的是 那救下许致的一男一女 据说当时是一个女超凡者 救了许致 对方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时候 偏若惊厚 眼睛犹如秋水一般透亮 对方可以操控职务 将雇佣兵死死地锁在原地 然后任由藤蔓将雇佣兵剿杀 这事之前 周盈雪先霸占枣树之类的事情 好像都已经被忘记了 大家记住的 只有她大开杀戒的模样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重点 重点是她竟然还有一位老爷 听故事的学生们纳闷的 有老爷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也有老爷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妈妈的爸爸叫老爷 讲故事的学生都懵逼了 我 我怎么说的不是这个老爷 是女超凡者的老爷年纪很小 说不定还没咱们打呢 我说的是丫鬟和老爷的老爷 听故事的学生恍然大悟 啊 原来是这个老爷 对于这些还在象牙塔里的学生来说 故事本身已经足够传奇 荒野上 一个神秘的狙击手少年 带着他的大丫鬟 总会引起许多人的向往 男生 是也想当这个狙击手少年 罪握美人心 行长天下拳 想想都刺激 女生则是觉得 好像跟着这样一个少年 去浪迹天涯也很不错 当然 这个故事也让这些象牙塔里的 大学生们更加明白 原来外面的世界 已经如此神奇 也如此的危险了 此时杨小锦在听这个故事 教室里的女孩 都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着 唯有她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 有女生聊天的时候激动到 狙击手 那少年一定很好看吧 强大而又神秘 我都想成为她的丫鬟 虽然听起来很封建的样子 但好像还不错 当然 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坐在他们身旁的杨小锦 就是他们狙击手里 如同金字塔尖一般的存在 忽然有女生转头问杨小锦 小锦 你是从洛城外面来的 跟我们说说外面是什么样的吧 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危险吗 杨小锦平静地看向他们 比他们说的 还又危险一些 对于杨小锦这样的人来说 这个世界的秘密 似乎并不多了 所以她看到的世界 要比这些小女生的眼里的世界 危险一万倍 你不杀人 人就杀你 小锦 你之前说不喜欢 温室里的花朵 那这个狙击手少年呢 怎么样 我有喜欢的人了 说完 杨小锦继续低头做笔记 玉琦今天要学的功课 他要等得千纸鹤迟迟不来 只能安心继续学习 那你喜欢的人 肯定也没这少年厉害 周盈雪是一个人回到黑市的 原本他和任小素 都已经抵达黑市外围了 结果任小素说 一男一女回急镇 目标太明显了一些 这本就是清河集团掌控下的黑市 若是许致有心 肯定能找到特征如此明显的人 但这还是其次 许致找到他们 其实问题也不大 但他们救许致的时候 用了狙击枪 这事再为周氏联想一下 就不太好了 周氏是中原有名的财团 他们想要报复谁 可不是什么小事 就连周盈雪孤身一人 回到黑市之后 也每天在酒店里深居解出 出门的话 一定会把自己裹得很严实 此时已经入秋一个月的时间了 穿厚点 围上丝巾 戴上墨镜 也没人多想什么 在酒店折服了几天之后 周盈雪终于忍不住了 他裹得严严实实 跑去黑市上的银行 查看自己的账户 裹这么严实 还是因为人想诉说 财团肯定不会放过 这么重要的情报 一定会在隐藏的地方 放置摄像头 到了银行之后 周盈雪一进门就愣住 只见里面还有两个人 站在自动存取的机器面前 裹得比他还严实 看对方熟练的动作 也不是来了一次两次了 周盈雪心说 这种老手都防着财团银行 难道任小素真的说对了 周盈雪在一台机器面前 输入了不记名的账号和密码 首先是他自己的账号 里面安安静静地躺着四百万 其中一百万 还是他上次完成任务所得 而这次刺杀周西龙的酬劳 也已经到账了 一百万 说明安京寺任何这次行动成功 而且他也获得一次 可以被安京寺庇护的机会 还有两百万 则是许致承诺的救命钱 在输入梧桐的账号密码 周盈雪也签一辆 这梧桐的账号里 竟是有五百三十万存款之多 说实话 周盈雪是真没想到梧桐这么有钱 想想也对 这梧桐也算是老牌A级杀手了 又占据了周市内部的资源 做起任务来也得心应手 赚这么多钱也是理想 第四百五十四级 江湖 看完梧桐的账号 周盈雪陷入沉思 要知道 他现在手里已经有九百三十万 这笔钱不管在哪个壁垒 都能花一辈子了吧 那自己 还要不要继续过这种 在刀尖上填写的日子呢 就算自己卷钱跑路 按照之前任小素的态度来看 也不会追杀他到天涯海角 那他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 上次他故意在厕所里待了半个小时 不就是想看看任小素对这笔钱的态度吗 他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被任小素追杀 那个少年让他感觉就像是一座大山似的难以翻越 甚至难以生起任何对抗的想法 如果双方真的敌对了 那周盈雪一定会第一时间逃离 而不是想着如何反杀 走 还是不走啊 周盈雪经历过一次这样的挣扎了 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安心地给那位少年当大丫鬟 但是看到这么一大笔钱之后 还是心动了 毕竟等任小素回来是要分八成的 周盈雪走出银行咬牙嘀咕道 干嘛分那么多啊 只是 给我多分一成 我也不会这么纠结了 可真当周盈雪打算离开的时候 又犹豫了 只因为在这乱世里 从来没有谁像任小素一样 给过他什么安全感 而跟着任小素就不一样了 哪怕在吃糕点的顶楼 他都能轻轻松松地嗑瓜子 说实话 那时候周盈雪是真的认为 只要任小素在 任务肯定能完成 而且并不会有什么危险 毕竟73号壁垒 也未必比146壁垒坚过到哪去 那少年可是打碎过一座壁垒的人啊 安全感 这玩意儿在乱世里太重要了 或者说是对周盈雪来说太重要了 而且 老爷人也挺好的呀 虽然面冷 但心里像是藏着一团火 如果他周盈雪哪天出了意外 任小素也一定会救他的吧 想着想着 周盈雪的脚步 已经不由自主地走到了酒店门口 周盈雪叹息呢 既然都走回来了 那还是安安心心 等老爷回来吧 当丫鬟的感觉 好像也不错 一念至此 周盈雪像是忽然放松了似的 转头就跑去黑市的赌场了 赚了钱就要消费 只是周盈雪进了赌场之后 只换了五百块钱的筹码 然后手里攥着五个小筹码 瞅了半天 也没真的坐下来玩玩 不为别的 就是有点心疼钱 万一输了咋办呀 最后 周盈雪竟然又把筹码 给退了换成钱 直接出门回酒店泡浴缸去了 这一来一回换筹码 给赌场的工作人员 都看得翻白眼了 就在周盈雪离开之后 安京寺的香草 站在赌场门口 对耳朵里的微型耳脉笑闹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黑吃黑的人 我认为73号壁垒的任务 没什么问题 而且周氏也宣称 他们击毙四人 一切都对得上啊 结果耳脉里响起声音 我还是感觉这个A级杀手有点问题 毕竟他两次任务 都是队友全部阵亡 那就等下次有机会再观察吧 我现在要去执行其他任务了 此时的香草正穿着黑色西装 打着领带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普通的英俊美少年 甚至还有点像是 牛郎店里的头牌牛郎 特招大神喜欢的那种 对了 之前那个在61号壁垒 老闹幺蛾子的D级杀手呢 不对 他已经升C级了吧 那人好像失踪了似的 有没有可能用了别人的手机 在做任务 查查最近有没有出现过 类似的情况 这一查不要紧 结果就是安京寺 负责调度任务的人突然发现 73号壁垒之前的D级任务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长时间无人完成 接任务的人都消失了 难道对方去了73号壁垒 距离跨度也太大了 会不会那个D级杀手 就是周盈雪 那倒不是 我们有人调查过目击证人的说法 对方是个独行的男性 年龄不大 此时周盈雪还不知道的是 他差点就要被安京寺给盯上了 任小素说得一点也不错 想在这个乱世里活得好一些 就必须更加谨慎才行 此时任小素已经回到61号壁垒外的急阵了 当初他刚入中原的时候 起点就是这里 还在这里买了房子 院子里还有种下的土豆射手 如他所料的那样 刚进门就看到好几个从院子翻进来的人 被土豆射手打翻在地 任小素叹气 如今这个院子已经成为急阵上的鬼屋了 想再卖出去 恐怕有点难 他把屋子打扫了一下 然后直奔酒馆而去 到酒馆的时候 收书先生正在讲新的故事 任小素一听 刻然是许致被救的事情 却听收书先生说着 各位探官 你们或许不知 这世界已经变得越发离奇了 荒野上的神秘少年 带着他的丫鬟是仗剑天涯 禁门时 任小素笑着跟伙计点了一份羊肉泡馍 小鹿坐在说书先生旁边的椅子上 却好像没看到任小素似的 任小素也纳闷了 自己这才走了几天 就不认识自己了吗 就连店里的伙计 也跟没见过任小素一样 就在他准备坐在自己靠窗位置的时候 却发现那里 已经坐了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女人 这女人他见过 之前他还差点把对方认成杨小姐来着 只见这女人依然穿着干净利落的作战服 脚下则是一双作战靴 这种作战靴可都是夹了钢板的 普通女性可不会穿这种东西 任小素没说什么 只是挑了其他位置坐下 他忽然意识到 小鹿 叔叔先生 店里伙计假装不认识他 或许就跟这个女人有关 对方是超凡者吗 任小素不太确定 但他能确定的是 对方一定来头不小 只是这样一个女人 为何会出现在急阵上呢 像往常一样 任小素细心地掰了半个小时的膜 一边掰一边听说书先生怎么夸着自己 那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女人 从始至终一言不发 甚至都没有抬头看任小素一 只是自顾自地喝酒 却好像怎么也喝不醉 任小素吃完羊肉泡馍就离开了 直到晚上才听到敲门声 他走到门旁 甚是谨慎地没有把身子对着门 而是藏在门旁的砖墙后面问道 谁 我 是小鹿的声音 任小素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小鹿轻盈地从缝里挤了进来 那个戴着鸭舌帽的女人 你看见了吧 任小素摁了一声 他来了以后 阿爷专门交代我和伙计 如果再看见你 一定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他之前就来过一次 还专门去阿爷家里呢 但他们聊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阿爷让我去打酱油了 小鹿一口气说完 似乎生怕任小素握回他什么 毕竟白天的时候 他还装作不认识任小素呢 我还以为是你们把我给忘了呢 不过这女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竟然让你阿爷如此惊惰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只知道是一个超凡者 一个很厉害的超凡者 哎 你最近去做任务了吗 怎么一走就是半个月 任务地点有点远 是周氏的任务吗 结果任小素笑而不语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你会用狙击枪吗 那个带着丫鬟的人是不是你 什么狙击枪 这时候太意识了 原来小鹿和说叔先生 已经猜到是他了 只不过因为这次行动 极为隐秘 所以对方也不太确定 你看我像是有丫鬟的人吗 也是 你还是一个人 那你明天还来酒馆吗 有那个女人在 没搞清楚她身份的话 我不太适合 平凡出现的酒馆了 所以我明天就走 去哪啊 去黑市 洛城外的黑市 那你还会回来吗 会的 我这屋子还在这里呢 如果那女人走了 你就往院子里扔一束杂草 我就知道了 行吧 那我回去了 你小心 小鹿略嫌沮丧 他其实也想跟着人小素 去外面看看 但他知道 阿爷一定会非常生气 说完 小鹿又从门里钻了出去 消失在了黑夜里 屋子里只剩下小鹿身上的香味 对方来之前 好像还抹了一点香水 不是急鎮上卖的那种劣质香水 还挺好闻的 第四百五十五集 谎话连篇 小鹿低着头回到家里 说出先生美好气头 去哪儿了 我 我出去打听故事了 他一回来你就魂不守舍的 是不是去找他了 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种人很危险 跟着这种人更危险 阿爷 阿爷 我也想去外面看看 我看你就是想去给他当丫鬟 那也没什么不好的 说出先生愣了半声 叹息道 你还小 他却已经是走进那个权力悬窝里的人 不能跟着他的 可我也很厉害啊 你再听听故事了解这江湖有多么险恶再说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世界最危险的不是热武器与超凡能力 而是人心哪 你得知道这个江湖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吧 那我还得听到什么时候啊 小鹿坐在桌子旁边撑起了下巴 呆呆地看着面前的空气 再听一年 再听一年我就放你出去 说到这里 收书先生就听见小鹿在旁边折纸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 别签止喝啊 收书先生内心一阵绝望 造孽呀 在任小宿回到61号急判之前 他天天盼着那个女人能早点离开 有这样的人天天过来给他讲故事 压力实在太大了 倒不是他怕那女人对他有什么威胁 毕竟双方又没什么利益冲突 只是那女人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她的故事不能再乱编了 而现在 他最烦的不是那个女人 而是任小宿 收书先生打心底里希望任小宿能够早点滚蛋 别再回61号壁垒 祸害他孙女了 任小宿再回到黑市的时候 已经是七天之后的事情了 没人知道他期间去过哪里 只是进入酒店开房的时候 任小宿赫然看到胸前佩戴火种标识的人 刚从电梯里出来 一路朝外走去 说实话 任小宿看到对方胸口那一小叔火苗时 就差点直接在酒店动手了 毕竟这么长时间里 任小宿潜意识都拿火种公司当作敌人 不过任小宿还是忍住了 毕竟这里是黑市 他上楼之后进入房间 没一会儿周盈雪就来敲门了 任小宿看着周盈雪似笑非笑地说道 看到那么多钱不走吗 周盈雪撇撇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把账号写给任小宿 老爷 你的八成都在这个账号里面了 任小宿点点头 结果那张纸条 平时做任务的开销 就从这个账号里面出办 我也不剥削你 毕竟你还有生病的母亲 对了 你母亲医药费够吗 我说不够的话 你会再给我多分一场吗 你要不够的话 我再带你去做做任务 那还是算了 最近还想多休息一段日子呢 对了 我刚才在酒店大堂看到了火种公司的人 他们怎么进的黑市 而且还这么大张旗鼓地带着标志 周盈雪疑惑地看着任想诉 这不是很正常吗 正常 火种公司不该是人人喊打的吗 那只是对于超凡者而言啊 火种公司又不抓捕普通人 而且抓捕超凡者也是近些年来的事情 形势还隐秘 很多超凡者都不知道的 那火种公司形势也很霸道啊 没人反感吗 当然反感 可财团不都那样吗 而且火种公司最有好几座壁垒 本就是一方诸侯一样的存在 除了安京寺和暴徒 也没人非得去得罪他们吧 任小肃忽然意识到 是之前在西南的经历 让他对火种公司的印象产生了偏差 主要还是因为杨小锦相打火种公司 他就潜意识地把火种 列为了自己的黑名单 现在他才意识到 其实在大部分人眼里 火种公司其实跟其他财团 没什么太大区别 而且火种公司 向来都是把黑市 当作中转站来用的 据说火种公司 和清和集团的关系很好 似乎是创始人 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就很好 所以火种公司这些年 一直都是落成的盟友 而且火种公司 也从来不在清和集团的 掌控范围内 动手抓捕超凡者 以至于很多超凡者 为了躲避火种公司 也会来这个黑市 他们就不怕火种出去 再动手 火种公司在黑市上 好像还真没干过这种事 这火种公司和清和集团 什么关系啊 不过这些好像都跟他 没什么太大关系吧 横竖以后在荒野上 见到火种公司 还是要动手的 毕竟火种公司想要对付他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任小素 邪逆着周英雪 这几天在黑市都干嘛了 没有出去招摇吧 没有 我就不是那种招摇的人 说着 任小素就看到周英雪 右手食指上吸满的大钻剑 还有手腕上的翡翠手镯 还要去赌场吗 不去 我父亲就是因为赌博 欠了一批股债 如果不是这样 我母亲也不会病重了 没钱治病 他过世的那会儿 说到这里 周英雪的话戛然而止 屋内陷入了一片的寂静之中 任小素正正地看着周英雪 你先别说话 我捋捋啊 之前在八十八号壁垒的时候 你说你要回去救家里的母亲 然后上次遇到你 你说你要赚钱为母亲治病 现在你说你母亲过世了 啊 可恶 我像是那么好骗的人吗 周英雪赶紧蹲在任小素旁边 给他捶腿 我那不是怕老爷你杀了我吗 不然我还能怎么说 我一个弱女子出门在外 说点谎话怎么了 任小素仰头无语地看着天花板 果然这世道里 人和人之间那点信任都没有了 自己当初就是觉得周英雪挺孝顺 所以才放了对方 任小素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 他也没和任何人提过这事 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想念过 遗憾过 所以当对方提到要救母亲 要给母亲治病的时候 他确实是心软了一下 结果现在才发现 这周英雪说谎话 竟然眼睛都不眨呢 这就是情报工作人员吗 可现在还能怎么办 再杀了周英雪吗 那也不至于吧 毕竟人家叫自己老爷 都好一阵子了 任小素看向周英雪 他都怀疑对方 现在是拿定自己 不会再把他怎么样 所以故意说漏嘴摊牌了 任小素没好气温呢 你还撒过什么谎 没了没了 就在任小素 还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周英雪放在旁边的手机 忽然亮了 只见上面有一条新的短信 保护任务 保护62号壁垒女歌手巡演 途经37个壁垒 合计12场演出 雇主要求 委托女性超凡者 请女性超凡者报名 并自拍验证性别 报酬200万 任小素诧异了 这还是他头一次 看到保护任务的 他问周英雪 你以前见过这样的任务吗 见过 之前那次 是保护周氏的周氏记 不过奇怪的是 保护任务都会有雇主要求 杀人任务却没有雇主似的 好像杀人任务 都是安京寺自己要杀的一样 这个任务咱们接吗 接 这个任务 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心中忽然生起了期待 这个女歌手 会不会也是暴徒的人 如果是的话 那自己是不是就能找到杨小姐了 第456集 傲慢的雇主 老爷 咱们接不接这个任务 周云雪问道 现在有任务也轮不到他来选了 毕竟任小素 才是主要做任务的人嘛 结果任小素 跟下周云雪 咱们之间也是很民主的 你想不想接 我感觉这个任务虽然简单 只是保护一个女歌手而已 但任务的时间跨度太长了 怕要途经三十多座壁垒 也没说具体演出多少场 那么久的时间 都过咱们做好几个任务了 那就接 顿时间 周云雪都傻眼了 老爷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这明摆着是不想接啊 老爷 我还想再休息一段时间呢 人会休息出毛病的 人想素耐心开导起来 你想想啊 这个任务虽然跨度时间长 但他给的报酬也高啊 两百万呢 周云雪难以置信地问道 老爷 你什么时候 是那种把两百万看在眼里的人了 你看 你对我还是不够了解 行了 回复短信吧 把你的自拍也发过去 反正你之前当A级杀手的时候 也跟安京四自报过身份 周云雪撇撇嘴就自拍了一张 然后回复短信接任务 任小素想了想 周云雪之前是专业从事情报工作的 还在阳市负责过保护药员的工作 安京四是知道周云雪身份的 所以周云雪接到任务的概率很高 对方的短信很快就回了过来 已接收到承接任务申请耐心等待 需要雇主选择人选 请您放心 照片仅供我方验证身份 并不会交给雇主留存影像资料 鉴于您之前的工作经历 以及良好的任务完成信誉 我们将优先向雇主推荐您 任小素挑挑省眉毛 这安京四回复的还挺客气呢 一口一个您 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得再等等了 这次竟然还得等雇主挑选 日子又平静下来 周云雪每天都出去购物 这黑市里面的繁华程度 是壁垒不能比的 能来这里的人 70%的人身上都揣着大把的现金 而且这些人也没法去普通壁垒里 购置产业 大概率只能把钱花在这里 于是 黑市就为他们专门设计了 一整套的消费产业 赌场 青楼 甚至还专门请一些壁垒里的明星来表演 还有周云雪最喜欢的产业 珠宝 任小素算了算 按照周云雪现在每三天 就买一件珠宝的速度 如果那个女歌手 再不赶紧过来的话 周云雪很可能会破产 此时任小素正抱着一本书 躺在房间落地窗旁边的沙发上看着 旁边的周云雪 则开心地向她展示手上的一枚钻剑 老爷 好看吗 听说 这是有人从灾变前 废墟下面挖出来的呢 一场灾变过后 钻石竟然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 你说神奇不神奇 神奇的点在哪 等周云雪再展示其他珠宝时 任小素已经充耳不闻 专心看书了 哦 天天抱着书看 书就那么好看吗 老爷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看书啊 任小素都没看他一 因为可以通过书 来了解这个世界 以前他没条件去上学 也没机会去壁垒理系统的掌握知识 所以越缺什么 也就越渴求什么 咱们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吗 神们每天都勾心斗角 彼此之间也没多少信任可言 每个人的脑门上 都恨不得写着名利二字 这个世界不止这个样子 周云雪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任小素会这么回答他 因为任小素对他所说的那些事情 应该感受得更加清晰才对 也经历过更多 周云雪看着任小素 已经又开始重新看书的模样 固然觉得这个明明武力值 正趋近于人类巅峰的少年 看书的模样 反而更加迷人一些 就在此时 周云雪又接到短信 您已被雇主选中 对方要求您 48小时内前往洛城郊外黑市 并且身穿正装 裙摆不可高于膝盖 每日睡的不能比雇主早 不能在雇主面前吃肉 不能在雇主面前提猫 不能 还需签署保密协议 不能将雇主的私生活习惯外泄 这中间 关于周云雪不能做的事情 足有81条 周云雪看着这些要求 就皱起眉头 老爷 我从杨氏跑出来 就是看不惯这种 假母假傲的做派 结果是当了A级杀手 又遇到这种人 说实话 看到这么多要求的时候 周云雪就已经开始抵触了 他现在是专业杀手案 怎么整得跟女宝镖一样 还得给人去当孙子呀 也可能 人家是要求比较正规呢 你在杨氏保护药员的时候 不也得这样吗 那不一样啊 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就一个哥手而已嘛 周云雪回复短信 说他已经在黑市了 雇主在哪儿 结果短信回复 雇主还在62号壁垒里 周云雪的脾气 一下子就上来了 说让我们四十八个小时的 他怎么还没动身啊 任小素不急不躁地说道 等等吧 结果一周过去了 周云雪手指如采影般 在手机上抠着短信 那雇主还来不来了 说让我四十八小时的 结果这都一周时间了 他还没来 A级杀手的时间 难道不值钱吗 这几天 周云雪简直快要气炸了 他是超凡者呀 他是A级杀手呀 竟然还在这里 慢慢无期地 等待着一个破歌手 结果安京四回短信 可取消任务 此次取消任务 将不会影响您的任何数据 且对方缴纳的一百万定金 也将全部转账给您 安京四的态度也很明确 肯定是想着自己人的 而且A级杀手的时间 确实比较值钱 不过安京四又接着发了一条短信 雇主表示 如果继续等待 可以追加二百万的酬劳 作为务工费 周云雪把手机丢到床上 我周云雪是缺那一两百万的人吗 然后仔细想了想 他缺 人想速似笑非笑地看着周云雪 要不 把任务退了吧 周云雪眼睛一瞪 傻子的钱不赚白不赚吗 雇主不守时也可以理解 毕竟人家是给钱的 可问题是 对方要求周云雪四十八小时内赶到黑市 结果自己却迟到了一周时间 周云雪最不满的还是这一点 他还以为对方有多手识呢 结果这放鸽子 一放就是一周 周云雪看向任小素 老爷 你不生气吗 任小素自信笑道 不用想那么多 等这歌手来了 我只需要说一句话 对方会立马改变态度 周云雪愣了一下 她看着任小素 迷之自信地微笑 忽然意识到 任小素 可能知道什么 她不知道的事情 不过既然老爷这么说了 她也就不再多话 又等了足足三天时间 那位女歌手的车队 才终于抵达黑市外围 任小素和周云雪 在黑市外围等着接对方 这间远处车队 看样子有二十多辆的样子 这阵容 可比当初洛新宇出行浩大多了 早听说中原的明星 都被灌得不成样子了 排上比财团的要员还大 出行都被人前出后用 车接车送 没想到还真是这样 中原的明星很多吗 不算少吧 毕竟壁垒里的居民 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娱乐活动 书记被财团收集到图书馆之后 又缺乏精神实了 壁垒里好多人追星的 一个个跟信徒一样 恨不得把自己的所有的奉献 给自己喜欢的明星 精神匮乏的年代 确实很容易对某些事情 产生痴迷 但这还不足以成为 她耍大牌的本钱吧 这些明星啊 都有靠山的 都是财团的重要人物 有些人表面上是干爹 其实背地里啊 确件的车队 来到周盈雪面前便停了下来 那女歌手连车都没响 只是让助理打开了商务车的车门 在车上看向周盈雪 你就是这次的保鞭啊 对 我就是 对方女歌手打亮了周盈雪两眼 当看到周盈雪手上戴的戒指时 轻笑出声 第四百五十七集 庸俗 庸俗 周盈雪愣了一下 这当面说别人庸俗是个什么涵养 咋的 明星就没有父母教做人吗 她却不知道 对方那个圈子里有人耍起大牌来 让人看了 简直觉得智商受到了侮辱 例如一场晚会 几个女明星为了争谁能坐在最中间 能撕好几个通宵 真是让人看不懂的圈子 周盈雪忍着气没回马 她平静说道 这次加油我来保护你的行程 路途上如果出现安全隐患 请遵照我的要求来执行 这样才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这话说得很熟练 毕竟以前周盈雪 对杨氏财团大任务也这么说的 那女歌手看了一眼周盈雪 然后再转头看向任小素 她是谁 哦 她是我的助理 却见那女歌手嫌弃的 一点都不精致 衣服也没有熨烫过 打扮得土里土气的 就像是个学生 周盈雪暗自乐了 这女歌手惹自己没事 但惹自家老爷 说不定以后要出事的 自家老爷虽然现在看起来挺和气的 但自家老爷有多雄狠 那他们都传成故事了好吧 女歌手继续说道 你怎么还带个助理啊 之前也没听接任务的人提起过啊 这时候 周盈雪听对方将安京寺 称之为接任务的人 她忽然意识到 对方不知道是通过谁找到的安京寺 但对方本人似乎并不知道 安京寺的能耐 我是一名狙击手 她是我的助理 也是我的观察员 这时 女歌手反倒来了兴趣 你竟然还是一名狙击手 不过兴趣也就到此为止了 任小素忽然向前一步 似乎有话要说 周盈雪内心欢呼雀跃 来了来了 之前老爷还说 只需要他说一句话 对方就能立马改变态度 任小素笑着说道 你认识杨小锦吗 按照任小素想来 如果对方是暴徒的人 那么一定知道杨小锦 毕竟杨小锦 可是暴徒里的重量级人物啊 结果那女歌手皱了这眉头 你在这儿说什么胡话呢 任小素看了一眼周围 兴趣是人多了 对方不方便跟自己说什么 那就只能等私下里再说了 他对女歌手低声说道 我的房间号是1009 周盈雪都惊呆了 自家老爷也太牛逼了吧 第一次见面 直接给人家房间号 这是暗示吗 不 这是明示啊 只见那女歌手皱起眉头 你这助理长得还行 但人太邋遢 脑子还有点问题啊 说着 女歌手就让助理拉上商务车门 车队向着黑市酒店开去 周盈雪看着自家呆立的老爷 自己还活着的消息 一定会第一时间赶过来的吧 所以这女歌手如果是暴徒的人 那对方一定会尽快和自己取得联系 忽然间 周盈雪转头问向任小素 老爷 他竟然说我庸俗 你你觉得我庸俗吗 任小素看了一眼周盈雪的手 只见十根手指上 戴着十枚闪亮亮的戒指 他叹息他 唉 这话 对方倒是没有说错 当然 在其他方面 我还是和你统一战线的 这女明星确实有点做作 所谓的做作 大概就是对方连车也不下 就在车上指点江山的模样 这副做派 确实很难让人心生好感 周盈雪 默默地把戒指都摘掉 小心翼翼地塞进兜里 哼 你们都不懂得欣赏 两人回到酒店之后 对方的助理等在大堂 似乎是在等他们两人 那助理看到两人笑道 我们这位老板做人比较特别 如果两位受到怠慢 还请见谅 周盈雪心里的气稍微消了一点 唉 这还差不多 却听这位中年男助理笑道 不过这里有一份保密协议 还请二位签一下 对了 这次请周小姐您当保镖 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彰显身份 也请您不要过多地干涉老板的行程 任小素和周盈雪面面相觑 这中年男助理虽然说话客气 但话里的内容可一点都不客气 按照对方的意思 这女明星花了四百万的价钱 其实就是为了请一个超凡者来充门面的 为了脸上有光 你想 能让超凡者都来做保镖 这是什么派头 这明星的圈子还真是爱搞这种 华而不识的东西 也就是说 其实路上我只需要在她出席活动的时候 站在她身边就好了 并不需要真的保护她 周小姐果然聪明 一点就透 而且中原地区也没那么乱嘛 财团之间虽然有摩擦 但从来不会拿明星怎么样 所以行程方面就按我们的来吧 还请两位不要干预 周盈雪看了任小素仪 任小素面无表情什么都没说 周盈雪别当场当一下 可以 说完 双方签了保密合同 并且还有专门的二十万保密费用 保密协议的甲方 是必须付给一方补偿的 不然这份保密协议就不会生效 签这份协议的时候 人小素才知道 女明星原名叫做李然 一名冉冉 周盈雪笑眯眯地把钱收下 她心里尴尬 这明星的钱还真好赚啊 不过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那得看我们老板的心情了 两位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了 我叫方志 两位有事的话可以在酒店前台给我留言 期间 两位在酒店的开销都由我们来承担 当然 限额是每天三千六百元 待遇还不错啊 原本周盈雪以为 那位女歌手来了以后 他们会立刻出发 毕竟说是有演出嘛 但让她意外的是 对方在这黑市上 一住就又是七天时间 对方每天哪里都不去 就是精心打扮后去赌场豪赌 仿佛对方来到黑市之后 就是专门来赌博的一样 周盈雪在房间里面嘀咕道 这也太不难我们当回事了 老爷 他看不起我也就算了 他怎么能看不起你呢 任小苏一边看书一边好笑道 你别想计较我 没用 不过让任小苏无语的是 这七天里 对方还真的没有来过自己的房间 如果对方真是暴徒的人 那么不管杨小锦在中原哪里 七天也足以赶过来了 这让任小苏非常失望 他接这个任务 本来就是为了找杨小锦 结果还让周盈雪开了笑话 所以现在 任小苏意识到对方 不是暴徒成员之后 立马开始对这个任务 表现得兴致缺缺 甚至对周盈雪问道 现在还能取消这个任务吗 之前还能取消的时候 老爷你不让取消 现在取消的话 可就算是没完成任务了 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大不了把钱退给他 那不行的 老爷你是不知道 安京寺的规则吧 A级任务 需要在一年里完成 五个A级任务 而且期间 没有出现失败记录 这样才能参加 次年的安京寺选拔 一次都不能失败 那安京寺选拔 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啊 都是开春的时候通知吧 现在是秋天 我们还得在开春之前 再完成两个任务才行了 我之前完成两个 现在保镖任务是第三个 哦 所以还需要两个 可是这个保镖任务 需要的时间可不短啊 任小素感慨道 之前是周云雪不想接任务 现在反过来了 任小素非常想把 这个任务给推掉 毕竟 如果不是为了找杨小锦的话 他压根就不想陪 这么做做的女明星作秀啊 只是到了第七天晚上 任小素 正独自一人在房间呢 外面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第四百五十八集 启程 他拿起手枪走到门口问道 谁 结果外面传来那女明星 醉醺醺的声音 不是你给我的房间号吗 任小素一下子 把门打开惊喜道 杨小锦呢 只是那女明星进门之后 就把门给反锁上 只见对方脸上带着酒货的红月 然后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 撩开任小素的上翼的下半 轻轻地摸着任小素的腹肌 看不出来吗 竟然还挺有料的 任小素穿衣服虽然看起来挺瘦的 但那是因为她力量与敏捷都达到了平衡 身形内敛 表面看起来并不是很壮 所以这上一下板一撩起来 就能看到她结实的肌肉 且极富美感 犹如雕塑一般 只是 任小素忽然觉得自己 有种被调戏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女明星里然说着就要把任小素 往屋里推 啊 你既然敢给我房间号 为什么还这么害羞呢 嗯 任小素黑着脸说道 你没把我在这里的事情告诉杨小姐吗 你到底是不是暴徒的人 杨小姐 是你女朋友 我都付给你们那么多钱了 赔好我 我还可以加钱 知道吗 我今天一晚上输的钱 都能让你们一辈子吃喝不愁 结果眼瞅着李然竟然开始脱她衣服了 任小素干脆果断地把对方打晕了 神他妈给房间好 自己怎么会做这么蠢的事情 她朝窗外看看 发现也没人拿着狙击枪瞄准自己 看来这也不是杨小姐的恶作剧 要知道 那位姑娘可是非常喜欢恶作剧的 不过现在窗外没有狙击手 任小素已经基本确定了 这李然绝对不是暴徒的人 门外传来周英雪痴痴地笑声 任小素美好气地打开门 把她付到你屋里去 别在这里给我挨眼 周英雪乖巧道 好的老爷 结果刚说完 她就又笑出声了 老爷好险啊 你差点就失身了 滚 好嘞 第二天清晨 李然的助理方志就带了二十万现金过来找任小素 说要跟她重签一份保密协议 昨天晚上的事情 打死也不能说出去 任小素 哭笑不得 说实话 她是挺想赚钱的 但可不是这种钱啊 当那位叫做方志的助理离开之后 双方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 就算见面了 大家也心照不宣地对此事绝口不提 说实话 李然昨晚喝太多了 所以都有点弄不清楚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她记得应该是发生了点什么 可所有人都告诉她 她只是被对方打晕了而已 这就让李然有点不太开心了 自己主动去了对方的房间 结果对方把自己打晕了 是自己魅力太差了还是怎么的 而任小素这边 已经不再考虑这件事情了 她想的是 如何在这个所谓的巡演过程中 帮助周盈雪把任务完成了 除了当下这个保护任务以外 周盈雪还需要在明年开春之前 完成两个任务 这样才有资格去参加安京寺的选拔 老爷 这保护任务估计要持续到年底了 之前咱们等他的时候 就已经错过了一个一级任务了 到时候时间那么紧 万一任务不够怎么办 任小素无奈道 别着急 我会想办法的 这次接任务失误 确实是他的过 三天之后 助理方至日忽然来通知他们 队伍准备启程了 任小素和周盈雪倒是没什么意见 他们是希望这群人的巡演 进度越快越好 千万别再耽搁 这巡演团队 专门给任小素和周盈雪腾出来一辆车 本来还说安排司机呢 结果周盈雪拒绝了 而且他还拿出一个专业的小黑盒来 把车里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 确定没有监听 定位设备才放下心来 毕竟他经常要给任小素说点悄悄话 被人听到了不太好 临上车前 任小素和李然打了个照面 结果任小素发现 李然故意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过 连撇都没撇他一眼 就好像从来没有见到他一样 这像是一种无声的宣战 我他妈还看不上你呢 那天晚上去你的房间 纯粹是对你的恩赐 说不好听点 那就叫宠幸 明明对方都没说话 任小素却瞬间从对方的姿态里 领悟了对方的意思 其他工作人员倒是在好奇打量着任小素 昨天晚上 好多人都知道李然喝多了 是去找任小素了 所以大家看着任小素 还有人想问到底发生什么没 总之任小素就因为这么一点破事 忽然成为了巡演团队里的焦点 周颖雪上车后 先趴在方向盘上笑了十多分钟 知道任小素脸已经黑透了 才赶忙收出笑声 也不知道这巡演队伍为什么会有二十多辆车 我看后面的车队里还有箱式卡车呢 里面装的是音箱和乐器 我都看过了 这时候周颖雪一愣 他都不知道任小素什么时候去把这巡演团队搜查了一遍 任小素看着周颖雪说道 这种事情都应该是你提前坐在前面的 别因为不干情报工作了 就把警惕性丢掉 周颖雪低声答应 哦 车队出发 第一站就是周氏 这就需要任小素和周颖雪小心对打了 万一暴露了身份 就很尴尬了 这巡演团队是从王室里面出来的 在王室的巡演已经完成了 剩下的就是周氏和孔氏 巡演团队将从周氏开始 然后经过孔氏 最终表演地点定在清河集团的落成 然后回到黑市里 好在这巡演团队没有去火种公司那八座壁垒的意思 不然会更加危险 说实话 有时候任小素在想 中原确实是安全性高一些 所以巡演团队这么多人出行 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李然和方志不让周颖雪干预他们的行程 也是有一些底气的 这支巡演团队里 还有一支识人编制的作战小组在保驾护航 虽然这些人穿着便衣 但对方身上的气质是瞒不过任小素和周颖雪的 可见李然在王室财团里确实是有靠山的 没那么简单 而这一路上 巡演团队如果遇险的话 对方很有可能是过来打击报复任小素和周颖雪的 毕竟他们俩才是这团队里最不稳定的因素 当车队路过洛城的时候并没有停留 任小素远远地看着洛城 那座壁垒看起来好像和其他中原壁垒也没什么不同 任小素看着壁垒外的急震叹息道 黑市里很多人都吹清河集团 但现在看来依然是有流民和壁垒居民的区别 采团的本质是没有变的 那座城墙就像是大山一样 阻隔在流民与壁垒人之间 结果周颖雪解释道 不是这样的 那么多人喜欢清河集团 其实跟西北人都喜欢178要塞 是一个道理 因为清河集团的流民工人工资很高 待遇也不错 清河集团并没有像其他财团一样 很尽吸他们的血 在十二年前 许克接手清河集团后 尝试着改制 取消壁垒人和流民之间的区别 彻底敞开大门 那怎么有官商呢 想法是好的呀 可现实情况是 各地的流民 听说清河集团这个政策之后 竟然纷纷都赶来清河集团了 导致周边的几个壁垒集镇上 都没有人 这事搞得王氏周氏孔氏 紧急派人来到清河集团谈判 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 而且全世界流民都来了清河集团 他清河集团的壁垒也承载不下呀 所以清河集团就又关闭了大门 只是提高了流民的待遇 但限制了招工的数量 原来是这么回事 果然是全靠同行衬托呀 但凡有一家财团 愿意给流民更好的待遇 那就瞬间赢得了人心 车队一路向南 陈小素和周盈雪并不知道的是 此时刚刚修正好的许致 正在前往黑市的路上 许致的父亲告诉他 说那神秘少年和丫鬟真的是黑色地下世界里的大人物 那么按照对方的行进路线来看 很有可能是要去洛城外的黑市的 所以 许致连客都不上了跑来黑市 他在酒店大堂里 守了半个多月都一无所获 只能无奈地回了洛城 那脑海里的绚烂身影 却无论如何也回之不去了 第459集 新的A级任务 车队在当天下午就抵达了周市最接近洛城的77号壁垒 这是周市最外围的壁垒 而任小素他们曾经做任务的73号壁垒 则是周市财团的核心所在 到了77号壁垒之后 方志向守军出示了通关文件 任小素发现这些人 对于巡演好像很熟练的样子 早早就提前准备好了所有手续 不过进入壁垒之前 巡演团队就被集体带入壁垒 经过了仔细的安全检查 这才放弃 周盈雪小声说道 以前进入周市可没有这么些步骤 任小素点点头 怕是周西龙生死的原因 整个周市都提高了戒备等级 以防有人进入壁垒作乱 安全检查的时候 还有工作人员找李然签名 任小素好奇问道 这个李然很出名吗 怎么连周市的人都知道他 周盈雪差点笑出声 老爷 你也太落伍了吧 他可是现在当红的女歌手啊 磁带都卖到最南边去了 他虽然是第一次来 但好多人都听过他的歌呢 就连杨氏壁垒以前的音像店里 也有他的磁带啊 好多年轻人都喜欢呢 哎 老爷 你不也是年轻人吗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任小素恍然 但解释道 我以前都不太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毕竟每日都需要考虑生存的人 哪还有功夫关注这些明星 印象里 小玉姐后来好像是有一位喜欢的女歌手 家里还有那位女歌手的磁带来着 但小玉姐也只是听听对方的歌而已 他们这样的人 很难对于这种虚无缥缈的偶像 产生什么崇拜的感觉 进入壁垒后 任小素发现路旁已经拒结了很多壁垒居民 手里竟然举着自制的应援牌子 上面还有闪亮的小灯泡 哎 怎么这么多人啊 真的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吗 周盈雪撇了任小素衣 他发现 现在老爷比他还烦着个李然 这是周盈雪非常乐意看到的 这时 周盈雪发现巡演车队在通过道路期间 竟然还刻意地减慢速度 而李然则打开车窗 亲切地朝那些粉丝挥手 甚至还接过粉丝的本子 给粉丝签名 周盈雪在车载对降机里说道 请尽快通行 这里人群太过密集 只有可能埋藏安全隐患 请尽快通行 结果对降机就响起助理方志的声音 这是冉冉亲近粉丝的好机会 对她的亲切形象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不能尽快通行 请后续车辆保持匀速跟随 也请周小姐不要过多干预 周盈雪在车里翻了一颗白眼 安全意识太差了 这种地方万一有人藏马刀 突然刺他一刀 神仙都拦不住啊 任小素靠在副驾驶座位上优先道 管那么多干嘛 他又出事了 我这任务可就算失败了 就在这时 任小素看了一眼手机说道 我出去一趟 晚上再回酒店 你先应付着 周盈雪震惊地看着任小素 老爷 你又要去单独做任务啊 干嘛老丢我一个人啊 求求你放过那些D级和C级杀手行不行 我一个人的时候有点慌啊 你把这边应付好 抢到手机卖出去的钱分你两成 周盈雪立马换上了效力 祝老爷任务顺利 说完 任小素在车辆行驶中 就拉开车门跳了下去 汇入了人群之中 只是他这举动 还是被李然余光扫到了 他回头皱眉对方志说道 那小子怎么擅自行动 问问周盈雪 结果周盈雪的答复是 为了确保李然的安全 让任小素侦查去了 李然说让任小素回来 必须回来守在他身边 结果周盈雪说 接任务的是周盈雪本人 其中并不包括任小素 这下李然也无奈了 他忽然发现 自己好像都没什么好的办法 来约束那个任小素 而周盈雪想的是 D级C级杀手 是安京寺执行任务的基石 很多小人物 都是靠D级和C级杀手来执行的 他们巡演队伍 要经过37个壁垒 其中涵盖了周氏和孔氏 90%的壁垒 等这一趟走过去 安京寺在周氏 孔氏经营多年的根基 会不会都被任小素一锅端了呀 就冲自家老爷那钓鱼的手段 那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到时候还加入什么安京寺 怕是安京寺发现了端倪 都要发布任务 让所有A级杀手都过来追杀他们俩了 毕竟到时候 安京寺有细心的人一看 这D级C级杀手消失的过程 跟他们巡演队伍完全吻合 要是一两个壁垒也就算了 37个壁垒都是这样 傻子也知道是他周营学有问题 不行 他得跟任小素说说这事 必须走可持续发展路线 不过这次 没有像上次一样 闹出什么枪击事件 任小素在无声中 就把杀手和目标 给一起解决了 晚上回到酒店的时候 任小素手里 已经又多了七八部手机 只是还没等他开心呢 周营学的手机上面 竟然又收到了新的短信 而且是疑此三条 任小素看了一下这三个人物 其中两个太远了 在孔氏避垒呢 而第三个 自让他眼睛一亮 目标77号壁垒内 正五路121号民居 前任杨氏核心人物杨立尘 目标身边有随从 建议三人以内自行组队 酬劳八十万 随后 还有杨立尘的照片 以及杨立尘的一些资料 其中就有对方管理壁垒期间 鱼肉百姓的一些事情 不过这里还有一些事情没说 例如这杨立尘 曾经派人给庆诊送布防图 坑了资阳一线的阳士部队 最终他也没能成为杨氏家主 毕竟杨氏财团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只能趁着庆氏调兵南下 对付实验体的时候 赶紧跑路 别说 还真让他给逃出来了 任小肃说道 回复安京寺 这任务我们接了 周盈雪照办 只是让他们比较意外的是 安京寺并没有通过他们的任务申请 而是拒绝了周盈雪 安京寺不让周盈雪接任务的理由也很简单 一方面是因为 周盈雪现在本身就在执行保护任务 虽然任务目标就在77号壁垒里面 但执行新的人物 势必会影响到现在的保护任务 如果周盈雪在执行新任务时受伤或者死亡 那这就有点影响安京寺的声誉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 周盈雪只是一个人 并没能在黑市找到协作的队友 而另一边已经有人从黑市出发 对方是三名A级杀手 执行任务比周盈雪更加稳妥 也不是说一个人就不能接任务了 而是当有更合适的团队接任务后 一个人就很难抢到这个任务 周盈雪有点生气 明明就是我们距离任务最近啊 凭什么不让我们接这个任务啊 而且那个李然根本就不让我们保护 除非出席活动 不然都不让我们靠近的 这种情况我完全有时间去做别的任务啊 其实他也明白 安京寺的决定是正确的 毕竟对方又不知道自己身边还有个恐怖的人想做 所以按照常理来讲 周盈雪现在确实分身乏术 而这杨丽晨身边明显有一小撮武装力量 而且还接受了周氏的保护 这杨丽晨离开西南后来到周氏 因为他对西南地理政治极为了解的缘故 便立刻被周氏保护起来 好吃好喝的供着 财团这样的组织 肯定不会放过了解第一手资料的机会 老爷 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学校就做不成任务了 而且保护任务期间 他们不让我接任务的话 剩下两个任务肯定就完不成了 任小素想了想说呢 我出去一趟 当天夜里 李然有意无意地来到周云雪这边 跟他解释白天的事情 说他这样的公众人物 不能放过这种树立良好形象的机会 所以请他不要放在心上 不过李然还是交代了 之后不用周云雪刻意保护 当好排面就行 虽然话的内容不好听 但周云雪有点疑惑 这李然竟然还会来亲自 给自己解释这种事情 结果李然说完这件事情之后 就问道 任小素哪儿去了 哦 他要在外面侦查 这时候周云雪才意识到 对方这是来找任小素的吗 而且还不直接找 竟然拐着弯的试探 等李然走了之后 任小素忽然扛着一个人 从窗户外面翻了进来 只见他肩上扛着的那个人 已经昏迷了 第四百六十集 硬核抢任务 老爷 这 这 这谁啊 杨丽晨 可我们没接任务啊 就算杀了他也没用啊 没事 安京寺既然让其他杀手接了任务 那他们找不到任务目标 任务就自然失败了 放心 看到我的人都死了 这次前夫抓捕非常成功 没有人知道杨丽晨去了哪里 周云雪都给听傻了 自家老爷的脑回路 为啥跟别人都不太一样呢 抢任务也抢得这么硬核 只要其他杀手找不到任务目标 到时候周云雪说他能找到 那安京寺不就只能让他做任务了吗 这是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呀 而且任小苏解释道 这三个A级杀手完不成任务 肯定也没法参加明年的安京寺选拔了 所以你无形中又少了三个对手 简直是一尸二鸟的事情啊 周云雪无脸 他忽然开始担心起 那些将要跟他抢安京寺名额的A级杀手们了 这些杀手碰到自家老爷这样的对手 真是一种不幸啊 他把杨丽辰五花大绑起来 还给对方嘴里塞了毛巾 然后塞进酒店房间的衣柜里 他瞅道 房间里老塞着这么一个人也不行啊 万一他醒来之后挣扎呢 酒店可都是每天都有人打扫卫生的 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 然后别让他醒来就行了 先等着看 77号壁垒距离黑市很近 我猜那三个A级杀手 已经抵达壁垒外面了 说不定都已经进来了 我们只需要再等三天时间 就可以找安京寺要任务了 周云雪伸了个懒腰 他忽然觉得自己留下来 继续跟着任小素是个很明智的决定 跟着这样的老爷 真是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别人都是接任务 只有任小素 是直接找安京寺要任务的 当然 不是这种奇葩脑回路的事情 也不会一天天的光想着 对D级C级杀手钓鱼之法了 他起身走向浴室 人小素皱眉 你干嘛 你干嘛 洗澡啊 老爷 想一起吗 滚 好嘞 第二天 那三名A级杀手跟疯了一样 满臂了寻找杨丽晨的下落 结果安京寺发给他们的民居里 只留下几具安保人员的尸体 杨丽晨 却已经不知所踪 他们询问 安京寺是不是情报有误 或者是任务发给了其他人 被人抢先下手了 结果安京寺的回复是 执行任务的人 只有他们这只小组 没有再发给其他人了 那三名A级杀手无奈之下 只好动用了自己在周市的人脉 一边暗中排查目击者 一边调取一些交通枢纽的监控 可是都一无所获 A级杀手们要崩溃了 说实话 他们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事情 连任务目标的人影都找不到 不光他们没找到 就连安京寺都没找到 三天之后 周盈雪忽然发给安京寺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杨丽晨昏死过去 三天只喝了几口水 就又被打昏的杨丽晨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周盈雪发短信说道 杨丽晨在我手上 请赶紧把任务发给我 发完短信 周盈雪琢磨道 老爷 咱们这怎么有点像绑匪呢 问题不大 不过 你觉得安京寺会发任务吗 毕竟这硬抢任务 确实有点过分 周盈雪震惊地看着人想诉 老爷你也知道这么做很过分是吧 其实你一直都知道的对吧 此时 安京寺回复短信 可杀掉后领取任务酬劳 周盈雪眉开眼笑 成了 在完成任务之前 任小醋其实最担心的还是安京寺不买这个账 毕竟傻子都能想到 三天前就是周盈雪故意把杨丽晨给劫持了 好让别人无法做任务 这种做法是有点坏规矩的 但似乎安京寺并不是特别在意任务到底是由谁完成 或者是怎么完成 对方要的只是一个结果 他们就是想让杨丽晨死 任小素想想觉得也能说得通 毕竟之前安京寺拒绝由周盈雪来完成任务 也只是担心会对现在的保护任务有影响罢了 不过既然安京寺不介意自己抢任务 那自己以后很多事情 就可以有更大的操作空间了呀 任小素让周盈雪杀了杨丽晨后 拍照发给安京寺 周盈雪撇撇嘴说道 还要见血 哎呀恶心死了 要不老爷你直接弄死他吧 任小素皱眉看下周盈雪 你是不是忘记你是一个杀手了 哎呀这还不是老爷你给惯的 等任小素杀了杨丽晨给周盈雪拍照之后 他就将杨丽晨的尸体给偷偷运出了壁垒 以免尸体出现在壁垒里节外生枝 此时周氏恐怕早就开始寻找这个杨丽晨了 若是周氏对西南有防备的话 那这个杨丽晨应该算是很有用的人物了 第二天晚上 李然这边举办了一个小型歌友会 任小素和周盈雪两个人就在场馆的舞台下面站着 和其他十名便衣安保一样戴着耳脉 随时准备处理危机 在歌友会过程中 主持人甚至着重介绍了一下周盈雪的超反省身份 引起谈下粉丝们的一阵阵惊呼 在这个介绍里 周盈雪俨然成了李然的一位粉丝 是为了爱才来保护李然的 不得不说 任小素佩服这些明星是真的会炒作 然而 歌友会过后 对方依然对周盈雪的安全建议置之不理 就像对方所说的那样 他们要的就是一个牌面而已 巡演队伍重新启程 周盈雪稍微检查了一下车上的补给 结果发现队伍里 没有带多余的食物和汽油 他建议补充一下这方面的补给 结果方志表示 他们每天都会抵达新的壁垒 直接在壁垒里加油就好了 每座壁垒之间的距离 最多也不过是300公里 一箱油绝对足够 周盈雪皱皱眉头没有说话 确实一箱油跑个500公里都没问题 但万一出点什么意外呢 而且方志也耐心解释了一下 其实他也知道在荒野上可能遇到意外 但现在车辆是刚好够的 没有地方放汽油了 结果这次重新出发后 真的出了点意外 也不知是谁在路上故意撒了钉子 车队前方好几辆车 竟然同一时间爆胎 这搞得连备用轮胎都不够了 方志稍微思考了一下 就决定让人前往78壁垒寻求帮助 请那边壁垒的救援队过来 换轮胎 驾下好说 李然在不能动他的商务车上 恨恨的 周氏怎么不好好管理荒野 这肯定是有人故意撒的钉子 荒野那么大也不好管啊 不过没关系 咱们距离78号壁垒也不过一百多公里而已 救援队肯定很快就到了 然而刚说完 方志就看到任小苏和周盈许竟然开始搭建帐篷 李然愣了一下 你们搭帐篷干嘛 我是觉得今天救援队恐怕来不了了 所以就直接在旁边宿营吧 为什么来不了 78号又不算远 就算路不好 开车三四个小时也到了 任小苏笑了笑没有说话 因为他太了解壁垒的工作效率了 这里又不是李然的主场王室壁垒 所以救援肯定没有那么迅速 加上此时已经是傍晚了 来的路上需要三四个小时 回去又得三四个小时 再加上修车的时间 这可就到后半夜了呀 所以按照壁垒救援队的尿性 那群人肯定更愿意明天早上睡醒了再出发 不过任小苏对这种撒钉子的行为还挺熟悉的 早些年 西南西北荒野还不危险的时候 有流民就专门这么对付商队 把商队车子一扎 然后晚上去卖旧轮胎 这基本就是流窜作案了 一群人全靠这个发家致富了 后来因为荒野伤危险起来 这群人就消失不见了 当然也不是说今天干这种脏活的人 是任小苏认识的那一波 任小苏估摸着 中原既然有商队自由来往 那干这种事情的人肯定还不少 巡演队伍里的人都不相信任小苏 他们觉得只要报上名号 救援队肯定会立刻赶来 毕竟在王室壁垒向来都是这样的 然而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 六个小时过去了 仍旧没有看到救援队的身影 巡演队伍的人就这么干巴巴地坐在车上 因为每一站都是壁垒的缘故 他们连路上的补给都没带够 毕竟每天都能及时抵达壁垒 在壁垒好吃好喝的 根本不用考虑路上怎么办 这时候 李然咬牙切齿地看着任小苏和周盈雪 只见两人就坐在不远处的篝火旁 有吃有喝的 而且还有两顶帐篷 随时可以钻进去睡觉 李然对方质问道 咱们有带帐篷吗 没有 计划李今天晚上就已经抵达七十八号壁垒了 路上没有哪一天是需要住在荒野上的呀 要不我去和他们说说 让他们腾出一顶帐篷来 不用 我去车上就行 他这保姆车还是挺舒服的 连柔软的座椅都能平放成床